我們現在做一個LAP 就叫做 Implement Monitoring 即是做 Locking 啊 那些東西 我們就Lock in 這裡先 按一按 踢走它 開定 browser 好 接著就 Lock in 這些東西先 這些可以踢踢踢就行了 要是Copy就實色了 然後這些就一定對 按一下下載 file 先按下載 file 因為你要下載 file 那看回個環境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要組裝這個 其實我們要做一些TASK 然後有VM 然後有些 其實會弄一些Lock 其實想弄一些Lock 去Lock in 這些Workspace 然後就 做一些Alert 然後做一些Automation 其實大致上 你看到會玩一些差不多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就 那第一個要做呢 當然要Lock in Azure 帳戶 那這裡鍵一鍵 就說了ALL 鍵下去了 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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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到resources 你就會有個Userland Password 不要按錯了 按一下Enter 然後 然後再按這裡 再按一下Enter 然後回到instruction 那這些可以不理的了 其實你都不會常用這個帳戶的 按下去了 就開了 做到這裡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觸碰到cloudsale 那未必是Later 那 餅了就看不到cloudsale 按就按開開 好 那cloudsale呢 我們這次用是 用PowerSale 都是 那我們選一選PowerSale 那 那 我們沒有充電 所以要Create 做到這裡 那 那ファイル應該已經下載了 就會在 就是 D 那其實 這個 適合Tempel 幫你蓋一些resources 那我們密碼不搞 那基本上就 嗯 我們先開一張Notepad 即不是Notepad 就是有少許Code 我們需要有一個region 那就是 那其實通常都是用回 USDs 因為最多東西一定會去 那開個新ファイル 然後先把東西放進去 先讓我CodeSale Boot機 途中去 拖定一些Command 咯 咯 那 那 USDs 那 應該是 沒有記載 那你選個region 那當然是選 選開那個 那你最多東西在那裡一定會有 那 那我 現在呢 看了CodeSale等人 那些時間 他都會搞到 那先拖定一個Command 那我們呢 就沒有特別的 就是 就是選一個region 開個resource group 那意思而已 那 那全部東西應該都是 在那裡做的 那 那 這些有的 按了就有的了 那但是要上升到CodeSale 那裡 將兩個file上去 然後呢 我們設定好region 就會做一個Deployment 那做一個Deployment 那可以按這個Command 那可以按這個 因為你都可以 稍後再貼上去 那先去 那些是要的了 那在那個 在那個 靠銷子按個簡單一點 那現在這裡呢 就應該load到差不多 那照舊 那它就照舊了 那它上載兩個ten мед 就是這個NAP11 那它選一選 upload download upload 那它是F 就是充滿了一個Drive Ref 11 Parameter 上完 上墨Templay 一list一下看看有沒有final 有了 有就OK了 那我回到這裏,其實這三句 這個resource group 就可以一起走 可以Copy 我應該沒有答錯V Ctrl Shift V Enter OK,真的打錯字 V進有名的 不是USD,是East US 可能是 我寫的調轉了 來一次 那1個不會死 只有這句有東西,其實過不了 那就是 East US 應該是調轉 那我先做一首三句 我先做一下 整理都可以了,我覺得這次是對的 那我一次過 起上它的sword 不是我本地的 是上面的 Web 這裡 好,Ctrl Shift V 來多製 那我再拍一下Enter 等到最後 這個comment也走完 那1sword 它就會慢慢在這裏 Generate Infrastructure 即是設計 這裡正在做 那我們不用懷疑 那sword 它就會在背景走 它不會放著這個畫面 那我們呢 就要先打開兩個Provider 因為其實用一些 Azure服務 有些服務要開的 即是你第一次開個API 就開一開 那我們按一下 這裡 拍一下 拍一下Enter 有時候最後一句不走 那我開了它 那我其實呢 之後的Council可以暫時不用 不過我建議你放在這裡 然後按下Ctrl 按一下Logo 按下Ctrl 按下Ctrl 按下Logo 放一個新出來 那我們就留住它在旁邊 有需要馬上用 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 我想CREATE一個Lock Lock Antistic Workspace 那其實Lock要放在Workspace 所以要先CREATE它 那上面Type 那這裡按一下它 然後按 enter 那就是了 因為這個名字是完全中現在的 所以是立刻非常行的 按CREATE 那就選吧 選個Resource Group 就剛剛整好這個 因為我們Commend做那個 所以我們CREATE一個Lill 其實可以分開的 因為其實你想你剷一個infrastructure 不剷鑲鑲鑲鑲 所以你剷開它也合理 因為有時候是會這樣的 那CREATE NEW KICK 那Subscribe就一定是對的了,是這個 那我就給個名字就可以了 用個UNIC的名字 IT 4115 DEMO NAPDEMO 喜歡Hyphen都會給的 因為DOMINGO的RULE DEMO就可以了 NAPDEMO 那也是US 那我們沒什麼搞的,先去學 好,在這裡等一會 按了Ctrl再開多一個 因為平衡做沒有所謂的 因為是一些雲端的東西 我們在這裡開多一個 然後去Type Automation account 我想做automation 然後在這裡 CREATE Automation account 那你選擇上面CREATE 或者這裡也可以 然後下面這個resource group 就 用回個1 就是剛剛起的那個 然後又是一個UNIKE的名字 那我應該兩個給的 因為其實這個10到MING 應該會給的 那又 那又 region 啊 DEMO的region DEPEND ON WORKSPACE MAPPING 這個呢 都不要緊 按照跟都可以 即我用開 可以從一個國家用完 應該可以的 那我READDICION過了 我可以CREATE 那這裡 哎,要過了可以按CREATE 那我兩個一起CREATE 了 那我獨立做的 不是,但這個月起完那個 才可以玩 但我剛剛按了CREATE 其實就在上面 有Submit了 Automation 你可以Refresh一下 看看是否有味 嗯 嗯 嗯 那我等一等吧 那這裡是Otomation Automation account 應該剛才按了CREATE 鍵 但不知道應該好像 無料到 那樣 還是我按了CANCEL 鍵 算了,再弄一次 可能我CANCEL了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可以按一下 是,剛才這個CREATE 不到 可以的話,這個就要 那這裡呢 可以GoToResource 所以就HOLD住一個Lock Anistic Workplace 這個位置 那他就說 這裡要等三分鐘左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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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等一等的 那些事情 沒得 沒得 沒得現在在這裡做 那我們HOLD住一HOLD 然後轉頭就 呃 再 再 繼續做 呃 但都不用的 好像做了TASK 4 先 因為再做一段 因為我在等著 那現在做到GoToResource 但我跳了一點 做TASK 4 啊,又可以 那AutoMation是OK的 又挺快的 那我現在搞定了AutoMation 在這裡 那製造了AutoMation account 跟著就 高了Resource 就有一個Infinity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這裡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KickInfinity 那 那 呃 你要試一個 Workspace 的 但是呢 那 由於隔壁的喜好 是不是呢 不是,它已經喜好了 Inventory 不知道是勾升還是什麼 我試一下Refresh 以前 我試一下 看不看 我看不看 是啊 我看不看 你先看不看 你先看不看 我看不看 我看不看 可能錯了個... 這裡有mapping,我先關掉它,有file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mapping US-East US-1 US-2 Werkspace Region Automation Region 大家可以看到,Werkspace Region 我剛才這個Automation就是US 真的相反 看到這個同一個不行的 我們唯有隨便起一個新的 我想這個要改回US US-1 它在2 如果CREATE Workspace,所以它會坦 就是想選擇 選擇不到 那我有些古怪發生了 有一個是不行的 那我要在2 剛才我看到它的對表 那如果我一邊是這樣,一邊就要2 所以我的Lockspace,我迫著用2 這個Automation我用2才行 所以就... OK了 這個先刪除它 刪除就刪除 刪除就刪除 或者你去到Automation 刪除就刪除它 可以回Home Automation account 我還是要CREATE的 你不用理會 就CREATE 然後就... 最好在1 然後就... 1.4.1.5 LAPDEMO2 因為你不可以作名 那... 那... 9 US 那要2 一配 因為它要這樣對 那就CREATE 不可以 它要... 看不看我做錯一點 可能你也要像我一樣做到遲 那這裡Refresh 應該會等一會 那麼按一按,上面是Microsoft Azure 我們呢就去VM做些事情 那它選擇了Machine 先選擇吧 頂上有的,不用操作 總是用的 沒有就要打 選擇VM 弄一些這裡 然後再等它這裡完成 自動動作就要 很快 現在回到這邊 跳了一點步驟 剛剛做回這個位置 Go to resources 然後Inventory 那就 這樣就通了 應該通了吧 我現在在這裡應該要靠差 找到它,因為它叫靠差 然後就enable 我選了Inventory 然後稍後Enable 好 我們就拿一拿Enable 好 這樣就開了 接著Update Management 看看它save 這裡應該要等 等在途中 我們又跳跳地 看看VM 找到VM 找到VM 接著我們想看Monitor 接著想看Metrics 接著我們就Metrics 這裡呢 OK Awareable Name Space 你看到就是 這裡 原來就是Metrics Metrics Brace Only Available Metrics Name Space Virtual Host 那是它自己的單位 這部機咬著 只有一個Dimension 只有一個Setup 就是自己 這裡有 然後呢 這個Dimension 這個Dimension 什麼指標都有的 即是你CPU 如此類推 我們選%的CPU 嗯 熄一下 好多 人家的%的CPU 可以做一個平均 平均值 就在等下 6% 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就是這裡 那我先到這裡 看看這個可以嗎 我們按了這個 Enable 鍵 就已經滾成了 然後 Lonero之後 這裡應該已經停了 這次停了 按一按這個按鈴鐺等三分鐘 接著我們再按Update Update Management 應該現在還沒過了吧 是不行的,還沒得到 由於有座位扣住了 可以了,現在應該可以了 嘗試按一下 是還沒得到的 現在還在Save 中的,Enable這個按鈴鐺 等它一等先,真的停一停等它一等 但剛剛來到這裡 剛剛來到這裡 嗯 好 先組成這樣 Result Tracker 看看 看完了 Diagnostic Settings 這裡有一個,Diagnostic Settings Enable Gas Level Monitoring 其實這個問題是有些東西想知道在OS裏面 即是Operation System裏面 你那些Information 即是你黑時剩下多少位 你用了多少RAM,不是代表要有多少RAM 因為你不進入Windows裏面 你不會知道現在用的RAM 所以有些Gares Level Monitoring 你開了之後就讀到裡面的數據 因為現在的Metrics是沒有那麼多的 但如果你要留意一下剛才看到的都是外面的東西 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開這個才行 但這裡呢 我想我們這裡要等它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走它就離開了 其實幾分鐘未夠 會Discuss的,所以我們不可以走的 好啦 那我們呢 Diagnostic Settings Enable Gas 的Locking可以按的 因為它會裝東西啦 其實你看到就有一個Diagnostic Story Account 會存在這個information 那我們就見到它說這些 就說不用管了,我只要用啦 然後有一個Ferf1 Counter 按了這裡先,我們按一按 那我們現在跳了Step的 因為那邊又等,那邊又等 我就跳了Step 那我去到這裡呢 我想後面真的要等了 即是你隨便等完一邊才繼續搞 隨便等完一邊才繼續搞 剛才我Enable了這個Diagnostic Static 那它應該會Enable Agent 在VM裡面 就會 就會載東西出來給你看 那我剛剛做到這裡 那這裡就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久了 即是它說三分鐘了 現在 不知道夠了沒有 不停停一停,等一等 等了幾分鐘了 嘗試一下按不可以先 不可以我也要按了 不理了 應該可以了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按Inventory Safe 了啦 Enable 了啦 Enable 了就得了啦 剛才等那麼久了 那麼 那這個Inventory 後來我們加點VM 呃... 不要理會了 Update Management Update Management 又要Enable 那現在6%上來啦 Update Management 又Enable 那... 每一個都等幾分鐘的 那就Enable 在那裡撈開了,不要理會了 做到這裡啦 剛剛在那裡的看看 看看那個線啦 即是只有6%使用率啦 那現在呢就想說 Enable 還有那個 GAS OS 剛才呢 就enable在那裡的 其實是一定要Enable的 扭諷Enable的東西 即是可以使用,你一定會開 因為你很想知道 沒有位置,你也不知道 我們來看看Payment Counter 因為開了一會 Payment Counter 想知道 Overview Payment Counter 開了,等幾分鐘 Payment Counter 嗯 現在這裡看到有Basics 其實多了一些 即每分鐘 掃一下WAM,掃一下DIS 這樣掃 好 看到就對了 我們有些Custom View 可以很有趣 看到你的Windows Information 即是有幾個Thread 還有,如果特定某些Application 是在走DopNag的,其實就是用IIS 會在裡面扔出來 那 好 我們按Lock Lock 我們有很多Lock 其實為什麼會經常這樣說呢 因為電腦會很鏟的 你知道電腦是Auto加到減的 如果你不是 扔出去外面,機消失了 就不見了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扔出Lock 但扔什麼Level 你可以選擇 或者是Lock 就是看看Tab 看看Tab 有什麼設定 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Dotnet Application 你指著它來掃 嗯 接著 Lock 的 好 呃 那 Morning 側近這裡 就應該有個叫做 呃 那 這裡是Babra Morning 應該有個Lock Analistic Agents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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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 應該有Sori account 對 應該有Sori account 為什麼會很奇怪 因為剛才我們選了Sori account 沒有 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不能輸入 熟悉的 先來看 對 有的 沒有理由選擇 那也已經開了 看見 但這些已經開了 Lock and Essence Agents Morning 都已經開了 對 那側近這裡 差不多了 好 那再玩 嗯 Lock Lock 塞在下面 我試一下Refresh 因為側近應該有多點東西 我會Refresh這個Tab 因為其實應該有一個Lock 這個位 Diagnostic 也不是會縮在這裡 那就Enable了Lock 這是這個Stab 然後你會選擇一個Workspace 因為你要選擇一個Existent的Lock Lock Monitor Agents Lock Analyst Agents Lock Analyst Agents 選擇一個Lock Space 這個是比較新的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把Lock Space都倒進去 剛才那一個是倒的角色 然後就 讓它確定 選擇一個Lock as a Workspace 這樣 就是Config 這樣就是Enable 按了按鈕 按了按鈕 就是在做Deployment 所以你按過來 又是Enable 再一次 那畫面上升了 其實跟我包裝有些關係 那這個Edge 我發現做得很奇怪 比如說別人用Asua不是這樣的 那可能那個 那個Version 對 這個其實是舊的 這個其實 其實很多個 這個是舊的 所以其實你更新後 你會更快 不過我現在做了半個 沒辦法搞它 還有這麼多歐星古怪怪的情況 是因為我包裝掉了 但是不要管它了 那我現在按了這個Enable 轉轉轉轉 那這裡就應該到 這個就是Update Management 這裡等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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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了 不同automation 那我們 那我要停一停 因為 還沒開到 這些東西還沒開到 試不到的 先讓我弄好了 那我弄了幾分鐘 嘗試按一下上 可以嗎 先按下 但有了 開了 開了 update management 開了 Inventory 然後這裡 這個Lock 你看到 勾聲的樣子 上下下下 樓回來 哎 現在Refresh 我就是想選擇 選擇 Enable 所以我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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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櫃圖 那些櫃圖 其實我們會 去Lock Andistic Workspace 那裡 你看到很多的 這裡很難 但是不要搞 那些櫃圖 那你這樣按 鎃圖 其實你是玩什麼 鎃圖 不過上下下 我想弄走的 會很琴 那跟著呢 有些建議給你的 你想設些東西 其實是TempPay 那樣 可以給你用 那這次我們不會玩TempPay 下面 那看見的樣子 就寫了 Q-Review 呃 好 我們 Lock Monitoring Section Lock 先爆開 先 現在看見不同的指標 呃 看看想玩什麼 先關了這些 對不起 整個VM關了 看看想做什麼 唉 看到它說什麼 看錯了 其實它叫做Metrics 在做東西 你Enable了那個 這個之後 即是開了上面的幾個setting 這個會多了一些空間 那當然是這部Worker Machine 不過很有趣的 你多了一個Namp Space 就叫做 Gast Classics 那你就可以等它 Lock Time Matrix 掉出來 因爲它那個Agent 在那個Windows 在那個Windows裡面 你見到可以看 多很多東西 嘩 幾多吉為的 Disk I.O Bike的Network Level 即是HardDisk Cache 那這些你不進那個OS 怎知道 那有很多Information 很Detail 在這個OS裡面開了幾個program 那你都會知道 那現在這裡 變得多了很多的 的Metrics 我選了Casics 那你見到 很多很多的Entry 很特別 這些很Detail 你不進電腦看不到 那Memory Arrayable 這個真的挺有用 其實你記住的原因 你間了10GB RAM 給電腦 但是那個10GB RAM 你間了在VM的Level 但是外面 你根本不知道 裡面用得如何 所以就變成Memory Arrayable 幣 這個就還剩下多少RAM 真的剩下多少RAM 但是你記住 一件事 就是 你通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我這裏做一個Aggregation 我應該做些都要歸納來看 你想想你不歸納 看不到 你全部都是散點 無限多散點 你怎麼看 那你都是搓搓它 那好像Jud 我們出平均數 我們出最大 那對於Memory角度來說 我想看最大 會不會不夠RAM 我看Messimum 即是 多好會Messimum 即我讀到最高峰的時候 即我平均值最高峰 我平均值最高峰 即你這個就鎖死了 但問題就是你剛剛Enable 剛剛Enable 剛剛Enable 還有一個Timeline Timeline 時間 就是 Local 其實就 Last 15 minutes OK 即你的時間線有多長 這樣就有事看了 剛才看整個月你真的沒有放過 剛剛這一刻就剛剛Enable 它就看到了 它沒有 它就當下面 即你沒有有幾個處理 沒有可以當到0 這樣 那這裡平均在用 用6極的RAM 這樣就透露了 你不開 剛才也看不到 好了 那上面 我們再開一個Monitor 按下Ctrl 按下Ctrl 來結束 我不想 我不想洗走這些位置 接著我們就 Overview 接著這裡就 找一下 我們找一些Metrics 其實中央處 這裡就倒閉了過來 你可以Overview 找Metrics 這裡又可以看了 你可以用Resource Group 0 你爆開它 按下Ctrl 按下Ctrl 爆開它 接著Virtual Machine 按下Ctrl 就是Apple 然後Filtr 拿出來 看到有一個人 這裡又出來了 這裡又出來了 接著就 Percentage 打P 打P 打不打字 打到應該 P Percent 找不到 不是 我想找CPU CPU 打CPU 對 打CPU 拿平均值 這裡又有 Average 我想做Alert Rule 我用這個Metrics 做Alert Rule 做Alert Rule 你永遠都是 你玩哪一隻東西都是這樣玩 你弄一條線出來 然後下鬧鐘 你想一下這條線怎麼弄 做Alert Rule 我用這個Condition 這個Condition 那 First 是靜態 不是動 但First 我就是 2 大於2 2% 很快就入了 2% 那 歸納 即是有幾個5k 1% 呃 其實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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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爆鐘 吵鐘響了很多次 吵鐘 那麼多吵鐘響了幾次 那 那就 然後 Next 就是Action 那其實Next 就是Action 就是按這個Condition 那 Scope 是很幹的 Scope 就是幫我們下了這個Filter 就是這個 你想一下剛才有線怎麼弄 這個Scope 那麼Action 那Condition 就是這樣 那Action 那可以Multiple Condition 應該And or Not 那 Action Create Action Create Action Grou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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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有一樣東西 就 Subscription 就對了 了 Resource Group 1 接著 Region 搞 Nation Group Name A.G.A.G.A.G. Display Name A.G. 那Region 就 全球了 好 好 做一個Notification 有很多東西玩的 可以 Call你也可以的 那麼 選擇之後呢 就 Name 我們 Take 呃 Take Take sorry Name Take Admin Email 先 接著就 E-mail Take Take Admin Email 就 給他一個E-mail 他 玩自己的E-mail 算了 那玩自己的E-mail 然後就 就 我偷看他想怎麼玩 就 Create Notification Create action 對了 就打自己的E-mail 這裡 OK 我們試了E-mail 但你看到可以再改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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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玩的 Mobile Notification 這個Azure 帳戶 那些東西挺有趣的 可以叫你 或者國家會打電話給你 按 這樣 Review and Create Notification Action Type 那還有東西可以玩的 你可以看到 可以召喚API 還可以幫你行Azure Function 淋淋淋淋淋的 但我們看到 Next Action Create Action Group 應該是 那我可能 我避免了 Statman的 Notification 就是這裡 按一下 按一下 Action Create Action Group 就 沒有啊 他也沒有叫我們去玩 Create Alert Rule 可能有一點動作轉變了 但我看不到他要做其他什麼 只要Azure一下你 所以其實都可以的 按一下 CREATE & REVIEW 那就 呃 那就Create 那 他回來了 搞定了Action Group 有個Azure 有個Azure 緊要程度 就是很危險 Informational 然後 是否Enable 這個沒有了 但其實應該在這裡 摺起來了 你可以不Enable the rule 但你做得到就Enable 然後就是 Next Attack CREATE & REVIEW 我們可以CREATE 到這裡 我們回到Virtual Machine 我旁邊不是Virtual Machine 沒有關閉 所以不關閉 不關閉 不關閉 VM在這裡 有線在這裡 我剛才CREATE了Azure 那我回到Virtual Machine 那我想連一下 那便上去 那便上去 Connect這裡 那便想下載 remote desktop file 那便按一按 但很有趣的 剛才我收到Email 那樣東西看看的 那我剛才設定了Email 給自己 是這樣的 那我開了Email 那當然是Download My Image 那我跟你說 那你被人Edit了在Groove 你又會收到的 Notification 但如果你沒有 喂 不是我 你CREATE它 那便洗了它 那不然被人炸到跳舞 那便是你的問題 不過其實你每次收到的 都可以洗的 但是 你見到可以 你發Email 沒有問過別人 那其實是有的 你別人有權可以不要的 你不可以這樣炸Fan 那我們連一連線 那密碼就是 student password 就是一個Tenplay 我開一下Explorer 先看看 Disk Computer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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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Lap 看這個Parameter 那我想用Visual Steel Quote 看 那我開了的 就扔下來吧 密碼是這個 下面 上面 上面的Steel Dun 去啦 Lock In 那我們呢 就找個東西 用一下CPU 跟著應該就要收Email 其實Lock In都快要收了 因為Lock In的CPU 那我出去的行 那我等下 撥機的時間 好 好 可以了 找得了 就是 唉 這麼久了 這裡按 打到CMD就可以了 打CMD 找CMD CMD 接著 其實Enter就是 一適合出來 按Enter就可以了 然後按 Ladle 按一按它 就不要 但它已經鎖住了 你記得是Waykick 如果鎖住了Screen 然後就Echo A 自爆 在這裡 自爆 自爆完呢 就丟它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我們回到Asha Portal 然後回到Portal之後呢 我們是Monitoring 這邊的Techno Sound Monitoring 這裡有一個Alert 那應該一會兒有東西看的了 那就Refresh一下它 你要等幾分鐘 不奇怪的 你炸它還是炸它 很輕的 這個Echo 很輕的 還有其實要有一點點Delay 就是它我等待了一分鐘燈一次 但其實也不 不是這麼快的 你多一點點Delay 就是正常的 我們先停一停片 因為你現在這裡 是還未可以的 隔了一陣 就啟動了 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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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Email 我應該收到Email 就啟動了 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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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CPU 這裡是Metrics 那條Rule就是這樣 那應該呢 就超過一分鐘 炸了這個程度 其實是有機會會繼續炸的 不過 不過現在OK啦 就是你先試到 那就是Serve Empty 接著All Alarm 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這裡是Alert 然後就啟動了 這個就是Information 好了 那這個Monitor 就可以看Log 看Logs 又是 好 就關掉了 這個Monitor 的Logs 那我現在就想看Logs 但是這裡呢 就應該 要選一些 要寫到Cu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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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Scope 是 這個很整齊 很Generic 那些Curary 你看看 呃... 選擇Scope 在這裡 嘩... 縮到這麼... 幾難找的 這些東西都... 那我Scope 就對了 因為你Scope 了VM 這樣就對了 就對了 了 選擇Scope Recent tab 應該有 因為Recent 就是這個 其實已經對 選擇了Apply 其實你收了Scope 之後 這裡的Curary 就是範圍裡的Curary 因為你可以很多 範圍 範圍 和Curary 免得很溫暖 那我們就 按一按 按下去 那我們就先 Filter 那就是... 拿了Incite 的Metrics 其實就是單位 但好像多了個洞洞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多了洞 因為它AutoComplete 幫我們生了洞 所以... 因為你打完自己 Enter 會幫你生洞 所以這裡會多了洞 你看到 就好像Sicle 那樣很像 總之你一個小時 看Memory 然後跟我生洞 Project 其實是 會有個Column 即是... Project 其實是Sicle 是Sicle 它就Project 然後收窄一點 然後Vender 就是你畫的樣子 是怎樣 然後Vender 幫你畫圖 好了 那就... 可以的 就這樣摺一摺環 遮住了 OK 有Memory的圖 這個就是 接著呢 嗯... 那我們現在是Liu Kuroi 1 Kurois In the Toothbar 接著就... 嗯... Trap Vend Arability 這裡搜尋就可以了 嘗嘗 應該有 C K 有啊 Trap 的 的 1 嘗 蓋了 上面 蓋了 那 Trap Vmr 不如再看Heartbeat 再編了它 嗯... 應該兩樣的Output 有個Track 因為你看這裡 你是做了Summary 對啦 Orderby 但應該它就幫我們 Alive Hardbeat 卡 那我們選擇 Arability 弄一弄它 那這裡就... Table View Result View 嗯... 嗯... 這裡爆開它是怎樣的 這裡爆開它就看到這些名字 再爆開它 好 這個Stat that column 想到現在去玩 New query in the table header since we wrote the table in virtual machine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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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知道我還想說什麼 幫我... 停一停想想想想說什麼 還有一件事要整理一下 其實剛才的Insights 那個在這裡 先插上它 因為其實你不應該按摩 因為它在上面放進去 其實我都出不了 所以應該是這個 那... 這個收拾 這個Stat 就說... On the tab 是Table Header 那這裡 哪有Table Header 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它說這件事 但是其實呢 很古怪的 就是這裡你設定 嗯... 不是這個位 但是這裡你接了一個Pan 好呢 這裡就有Curies 這裡有Tables 這裡有Tables 這樣就像它 然後呢 In Virtual Machine 就有個叫做 Computer Table 這裡 其實這裡就有趣了 這裡你可以按玩的 即這裡你可以... 嗯... 不要這裡拿東西就蓋上它 然後呢 你可以... 嗯... House Over 它 還是Mouse Over 它 然後呢 就... Use Editor 那就... 用它吧 但其實不是Use Editor 我們呢就是Mouse Over 它 然後... CPU Data 就是Mouse Over 按一下它 就看到呢 就有個叫做... Pure Data 就是Roll 就是Computer 就是Roll Data 就是Roll Data 是怎樣的 Roll Data的格式是怎樣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也是在這裡爆開它 都可以看到的 那這裡定義了一些平均CPU 那你真的可以這樣看 嘩 真是玩死你了 那... 再來... CPU Data 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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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in Editor 又不是威脅 啊 這裡按Use in Editor 它就被燈出來了 那其實... 你再去Run 你先接它吧 你再去Run 哎... 鍵了Scope 你再接它吧 然後... 那就是剛才的Table 就被燈出來了 可以Roll 這裡是Computer的資料 一部機 多幾部機就有了 好 不要緊了 啊... 有Roll而已 一部機 其實是一部機 一Roll Data 那這裡已經玩完了 那回去CALSELL 二次就夠了 清垃圾 那... 先去檢查一下 因為你檢查不中 它不動 那... 應該有幾個resource group 兩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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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夠低能的就是批了下去 那... 那... 批下去 批下去就有X Background 那我們就掃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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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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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